正在ocan 蹴我 就是看這個訓練 要去叫房間 叫óst等一下 還有小朋友 有小朋友 只是提醒到男生 以前只是在小時候 我穿太多 從來我聽過她有緋聞 也有的 很多 拍拖不算緋聞嗎 拍拖不算緋聞 正式的拍拖 你未結婚之前拍拖算不算緋聞 那些男生結婚的 那些就算是沙滑滾 不是 你就算未結婚 腳踏幾條船都會沙滑滾 但我真的不夠膽地這樣做 因為很麻煩 未結婚有權 月絕踏幾條船 那你也是沙滑滾的 不要加坑就不行 我剛才沒試過一隻腳踏兩隻船 為甚麼 思想上沒想過 還是覺得這件事會麻煩呢 不知道 沒有機會 不是 沒有機會 我年輕人都看得下的 而且我很年輕人賺到錢 不用看得下 我這麼不看得下 是怎樣的 不知道為何真的從來沒有 沒有想過 因為你做事在上面那個 沒有想到是 可能是麻煩 可能覺得麻煩 真的麻煩 你真的想開心 想愛情也開心 你沒有理由找麻煩 是麻煩的 不是看你是否高手 好像蓋蘭那樣的高手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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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爛還不扯大滾這麼多女朋友 他裏面是君子 表面是君子 是嗎 是嗎 我沒有見過女朋友 在日本旅行 有一個女孩子 日本人 跟他同房 而跟他同房 我相信沒有事情發生 我自己看到 我覺得是沒有事情發生 你看到他很君子 你日本人住在一間房 住在一間房 是很普通的事 不是 你跟其他人住在一間房 你就覺得 昨天搞到甚麼事 你給我的印象 大家都沒有說 這麼多年我沒有說 我是知道 你完全沒有沙哩龍蟲 你給我一個這樣的印象 沒有沙哩龍蟲的印象 到底有沒有沙哩龍蟲 是不惡心的 我們這樣的經驗 不多不少也能看到一些 哈哈 但是無緣無故跟別人不認識的人 我認識 我認識 認識的才難 認識的 但是好朋友 跟一個房 如果一個女生是很漂亮的 不然她會請我去的 去日本的時候 你再做一間房 做甚麼 你不用浪費這些錢 而且日本的房間很大 是很大 那個是她的好朋友 那真的厲害 所以出了一間女朋友 每個人都很喜歡她 對 她總是沒有接觸你 這個也是一種方法 很難讀的 一個社交禮物 是一種方法 因為我先生是做PR marketing 所以其實都容易有contact 那天之後就開始 她又不是跟我說一些怪事 她只是一來聽唱歌 因為她那天是卡拉OK 因為她自己很喜歡唱歌 那待會跟我沒有說 其實我很喜歡唱歌 就說了一句 就是喝起來唱 順便 後天啊 後天啊